然后我最喜欢它的一点是呢 它是一个不需要插着电的风扇 它也不会很重 就是很轻的拿来拿去 因为它可以提醒到你哪里漏刷了 这个真的是超神奇 我从来没有想过 一个电动牙刷可以做到这样子 它不能是那种疼的 会拓出来像我们小时候用的 或者是那种很传统 有红色各种奇怪颜色的不要 我只要迷色 然后我就找到了它 还有逐渐不见诶 它不见了 货增加时它真的被洗掉了 Guys 你们还记不记得之前 妈咪就有用豆腐盒 拿来放我的这个海绵 我就完全不能接受 马上买的这个 是它拿来扫地上 真的很完美 尤其是我们女生的房间 是不是有很多的头发 这个一把 炒下去超级疗愈的 哈喽大家好我是秀文 欢迎回到我的YouTube channel 办案进行一家已经半年多了啦 House Store全部都做完给你们了 大意你们的高颜值家具好物 来啦 搬进这个新家后 买什么东西都特别的小心翼翼 因为要配合到我的色系啦 又要有美感啦 所以今天自己呢 都是非常多的好物哦 那我们现在就开始吧 第一个就是我的这个绒筑灯呢 这个相信你们有看我 介绍过好几次了吧 我非常非常喜欢绒筑灯 因为我觉得家里有一个绒筑灯 它是黄灯这样子的 很有氛围感 同时也可以散发出淡淡的清香 然后你可以看到我这里有摆着 朋友送的各种蜡烛 然后你可以看到我这里有摆着 朋友送的各种蜡烛 一个都要三四百块样子 如果你一天用 普通的火点哦 一整天就可以点完了 但是绒筑灯呢 你可以永久的放在那里 狂点 然后让整个空间 一直散发出淡淡的香味 所以我觉得绒筑灯呢 可以很好的保护我们的蜡烛 而且不会危险 因为你点火 如果你打翻呢 你会整个家找火 但是绒筑灯就非常的安全 不会有这个问题 然后我的家呢 是有三个绒筑灯的 包括我办公室也有 我就觉得这个东西 很实用又很美观 每个人来到我家都会有拿链 所以我链就会放在下面给你们 接下来就是我的这个 可声缩站立式风扇 可以看到我的客厅和厨房 和市厨房 都是没有风扇 只有aircon的 但是我妈妈不太喜欢吹冷气 所以我就去找了这个风扇给她 这个风扇的好处呢 就是它是一个可声缩的 你看 很像自拍杆这样子 可以升高升低 然后它这个头呢 也是可以这样子转的 360度吹什么方向都可以 然后我最喜欢它的一点是呢 它是一个不需要插着电的风扇 它是好像充电这样子的 你充满电了 你要拿去哪里用都可以 它也不会很重 就是很轻的 拿来拿去 有时候我拍摄啊 需要一些女生风的效果 我也会用它 它就有很多不同的功能 比如你开了过后 它还可以开灯 然后它还可以旋转 你看它可以这样转 然后它又有的set timer 又有的各种各样的 所以我觉得这个真的是 蛮新的一个好物 接下来就是超高颜值人见人爱的smack 这两个都是我的朋友送的 我太幸福了吧 而且都是我最爱的米色 其实它的功效好不好用 我不知道 但是它摆在这里 就让我觉得非常的了愈 看这台我就觉得好美哦 然后我要特别感谢这个呢 是文汝和学商送我的新加入火礼物 这个呢是Joy Dang和Joy Lee 送我的生日礼物 谢谢你们 接下来我们就来到了市厨房 这里是冰箱 然后冰箱旁边有这个东西 我一定要介绍给你们的超级喜欢 我觉得我买到很值得的 就是这一set 它是这个架子跟这个东西 你们看这个像什么 上面一个云朵 它其实就是一个silicon的餐店 我觉得它很好用 因为我一直在寻找一款餐店是 它不能是那种疼的 会脱出来的像我们小时候用的 或者是那种很传统 有红色各种奇怪颜色的不要 我只要米色 然后就找到了它 然后我拿来放过很多锅啊 肉的东西啊 它都没有坏 或者没有什么奇怪的地方 它就是抹一抹就干净了 所以每次我煮好东西啊 我拿锅出去就顺便放这个 就可以了 颜值又很高 你们还记不记得之前 妈咪就有用豆腐盒 拿来放我的这个海绵 我就完全不能接受 马上买了这个 这个是我本来就买了 我觉得很不错 因为你记得我们的这个海绵宝宝 我们就用了 可能就会随意放啊 或者放在这边 就没有那么的美观 但是呢 我把它放在了这里 特地买的这个夹子呢 是专门拿来放这个的 你就可以用完了塞在这边 它是刚刚好的 然后上面这个呢 你就可以放你的洗碗剂啊 有的没的的东西 这里还有一个小抽屉 可以倒掉你的鸡水 所以你看它整个 是不是又美观又实用 欢迎来到我小小的洗衣房 这洗衣房呢 有一个我非常喜欢的东西 一定要给你们看 就是这个 我的londry ball 是不是好美 你看它这里是亮亮的 然后整个就是高颜值 很高品质 一个铁盒这样子的 里面呢我就放我的这个 powder 然后每次洗衣服的时候 都是打开它来放的 它还有附送一个非常高颜值的 这个小汤匙 然后你可以挂在旁边 但是我都是直接丢进去 现在我就在我的主人房的厕所啦 然后就在我这个很喜欢的洗衣台前面 这里呢就有一个非常高颜值的牙刷 这个牙刷是电动牙刷来的 是Usmile的Y10系列哦 然后它真的是很神奇 帮助了我的生活很多 首先呢它的外观就非常的好看 不像普通手动牙刷 它是好像可以摊着啊或者这样的 它下面就有一个圆柱形 可以让你这样子放着 所以每次可以保持到我的台面很干净 自从我用了Usmile的电动牙刷刷牙过后 我牙银在也没有流血了 之前我用手动的牙刷 我就会刷到很用力 就算我刷到再用力 还是会有牙齿 需要牙医那边牙医也是会一直质疑我 你是不是没有刷干净 我明明刷很大力了 也还受到牙银出血 但是用了它过后呢 我牙银在也没有出血了 然后它还有各种不同的模式哦 你可以按这边中间 就有White Soft Smart 还有Clean 那么这个不同模式呢 都有不同的震动 可以帮助我们去好好的刷牙啦 可以看到它的背面这边呢 是有一个软软的 好像矽胶这样子的刷头 它这边的刷毛也非常的柔软 你不会感觉到 它一直震到你牙齿的 那种感觉 因为它这边是软软的 所以整个刷牙体验起来 是非常的舒服的 这个牙刷的模式呢 中间有一个Smart的模式 它就是好像一个Smart的牙刷这样子 因为它可以提醒到你哪里漏刷了 这个真的是超神奇 我从来没有想过 一个变动牙刷可以做到这样子 当你要刷牙的时候呢 它这个显示屏 只会显示 你哪一个部分没有刷到 它就会叫你去enhouse那个地方 这个太神奇了吧 而且我也是第一次看过 电动牙刷是有这个显示屏的 真的很智能 然后这个呢 你充一次而已 就可以用180天 180天是接近半年 所以你带出去那些 你也不用怕不够电 或者你不用觉得 每次用完一次就要充电 这个牙刷还获得了 国际机构ADA的认可 所以非常的安全 大家可以安心的使用 可以看到它的下面这边 其实是它的充电口来的 你可以打开这个 它这边就是一个type-c的插头 所以这个关起来呢 就不会进水了 所以就算你用到水 你也不用怕它会漏电 接下来就是这个 这个是我在小红薯被博主中炒的 它两个可以清除掉任何的物质哦 它叫做secret spot remover 然后有一个阿嬷在前面 因为我们女生的白衣 就是经常会弄到粉底 口红 辣椒等等奇怪东西 尤其是去吃火锅一定会弄到 然后你普通丢去洗衣机或者洗洁 是洗不掉的 这个时候呢 那些衣机会直接报废 这个就可以拯救它 那让我来示范给你们看 首先呢 拿出一件弄到污渍的衣服 哈哈 准备好了 在这边 不懂弄到什么 这里奇怪的 洗不掉OK 你就 滴在上面 等一个十分钟然后洗掉 还有逐渐不见耶 它不见了 货增加时它真的被洗掉了 Guys 它刚刚就在这个Y这边 是不是 它不见了 快点放个before after 觉得我可以去巴萨玛拉卖 这边应该会卖爆 那些阿姨会疯掉 最后一个居家好物就是 这个 摩发扫把 感觉好像小叮当 这个呢 它的颜色同样也是米色系的 所以放在我家里也非常的漂亮 它下面这个头呢 是好像软软这样子的硅胶刷 我感觉它本来的功能是那种扫水的 但是它拿来扫地上 真的很完美 尤其是我们女生的房间 是不是有很多的头发 在满地角落有很多灰尘 这个一把抄下去超级疗愈的 它就是可以跟你整个收集在一起 就是你用普通的扫把 它就会漏刷 它就是会有那种 飞来飞去没有的 但是这个呢 它直接贴合着地面 一扫 它就是完美了 可以把所有的那些头发 还有灰尘扫出来 就是那种平时你扫不到细不到的 它都可以做到 所以这个我真的超爱的 每次时不时 我的地上就会有一堆的头发 所以头发弄到的 我就用这个跟它集合起来 集合在一起 再用细成集细 就搞定了 完美 我的高颜值 实用家具好物 分享就到这里啦 你们最喜欢哪一样呢 是不是有被种草到 全部我都觉得很好用 很方便 颜值又高 如果你们喜欢这个影片的话 记得分享出去哦 还有如果你们还想要看我 分享什么的话 都可以留言给我知道 我们下一个影片见哦 记得按赞订阅分享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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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